金蒙面法实施第一日 有人在港岛游行抗议 大部分人都戴口罩遮免 说不怕犯法 警方在中环制服了两个戴口罩的人 未有拘捕 欢要声报道 反蒙面法实施第一日 有人发起在港岛游行反对立法 起点铜锣湾东角度 戴口罩的人多过没戴的 我有罪 戴口罩 戴口罩 担心我不会走出来 连戴口罩都没面法 那我们香港人还可以有什么权利呢 到下午两点半 有人走出迁尼斯道西行线 戴环颜写着愿荣光归香港 特首就说香港过了黑暗一夜 我觉得这个黑暗的一夜 都是他们一班人造成的 一个人去决定他戴不戴这个口罩 因为不是政府应该决定的 他们作为这个法律完全毁了他自己的本子 你现在推一条紧急法出来 他将来都可以突然之间所有事都 说实行就实行的 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去问我们 游行到湾仔警察总部队开 有警员在桥上监视 没有落地阻止 队伍继续走 沿金中道去到中环遮打度停下 高叫口号之后陆续散去 防暴警察下午大约5点半 到中环汇丰对开的电车站冲向两个人 一男一女当时戴着口罩 他们之后除了口罩截查后获放行 警员再在中环站一个出口制服一个男人 带他上警车 有线烈士记者昆尤星不留 一手掌握的是有线新闻